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的赵凯 非常高兴参加中欧的这个有关循环经济的这个研讨会 我本人呢,是在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担任常务副会长 同时呢,也是咱们中国的几个中委会的委员 而且呢,也是国家绿色发展基金专家咨询委的委员 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主要是关于中国的循环经济发展的一个现状 以及下一步这个中国循环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的 这个内容 那么谈到循环经济 我想这各国呢,可能对于循环经济的概念 有自己的一个定义 那么中国的循环经济的概念呢 是我们依据的是2009年1月1号颁布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当中 对于循环经济的这个定义 那么循环经济呢 大家可以从这个定义当中呢 是着重这个了解几个重点词 一个是减量化 一个是再利用 还有一个就是资源化 那么谈到这个三个重点词呢 实际上也不陌生 它呢,是来自于这个国外的3R原则 reduce, reuse, recycle 那么大家可以再注意呢 就是循环经济呢 它就是以资源的高效率利用 和循环利用为核心 以这个减量化再利用 资源化为原则的这么一个 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 为基本特征的符合 可数据发展理念的一种经济增长模式 这是对过去的传统的线性的增长模式呢 这个是一个根本的变革 那么谈到中国在发展循环经济的 这个工作当中呢 大家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呢 是把生产文明建设呢 是作为五位一体 这个上升到国家这个层面的 那么五位一体的这个生产文明建设当中呢 是把生产文明建设贯穿在政治建设 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当中 所以呢 这个五位一体它是一个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总体的部份 那么在发展循环经济呢 尤其是这个2012年18大以后 习近平总副席 习近平总副席呢 是多次强调要发展循环经济 他指出呢 就是发展循环经济 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必有之路 要求树立节约高效利用的资源观 这是在新时期 给循环经济提出的一个 这个新的要求 那么回顾一下 中国在发展循环经济 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有哪些主要的 底层碑式的事件呢 我们所说的Mailstone 那么从2004年2005年 国家把循环经济 作为一个国家的战略提出了 那是可以看到 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了第一次 全国循环经济的工作会 对循环经济的工作 从国家层面上 给予了一个总的部署 那么同时呢 也出台了 这个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 若干意见 这是一个更令性的文件 随后国家启动了 两批178家循环经济试别 各省开展了 133个市区县 256个园区 1352家的循环经济 就有试点工作 那么 在2009年 刚才也提到 2009年呢 出台了一部法律 这个法律呢 这个就叫循环经济促进 那么这部法律的实施 标志着我国循环经济 进入了依法推进阶段 循环经济的边界 内涵都以法律形式的 给予明确了 那么随后的循环经济的工作 都是依据这部法律来开展 那么在2010年 到2017年 实际上 国家呢 又开展了 若干批的这种试点工作 包括园区的循环化改造的试点 包括城市矿产的 这个基地建设 包括参除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 物化处置试点 还有再制造试点等等 那么 从12年以后 国家呢 是颁布了 这个循环经济发展战略 及近期行动计划 这个呢 是相当于一个中长期的规划 那么首次以国家的规划形式 来部署循环经济的发展工作 虽然不叫规划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规划 那么 随后 国家发改委呢 又印发了 循环发展引领计划 这是年度的引领计划 那么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从2020年开始 到2021年 2022年 国家密集出台了 这个 与 循环经济相关的 一些政策 制造意见 等等 法律法规 那么 大家可以从这个 我这张图上可以看到 在 上面的这部分 都是这个顶层设计 十四五的规划 十四五的循环经济 发展规划 关于完善 安全准确 全面灌设 新发展里面 做好碳达峰 碳中和的 工作的意见 还有2030年前 探杂峰行动方案 等等这些 当中都是 我们国家 现在目前 在开展的一些 顶层的设计当中 提到的 要发展循环经济 也是给 循环经济的发展 提出了一些新的任务 那么 从 2021年到2022年 密集出台的这些 制造意见 实施方案 等等这些呢 都是 我们国家 针对深化 这个循环经济 发展这项工作 给出的 一些具体领域的 一些 这个政策指导 你比方说 这个关于 十四五大宗雇费的 这个综合利用的 制造意见 比方说 污水 资源化 利用的 制造意见 比方说 非洲物资 这循环利用体系 建设的 制造意见 甚至说 我们 可以看到 针对单品类的 关于推进 废旧 纺综 循环利用的 实施意见 等等这些呢 都是围绕着 如何来开展 这个 建立 绿色 低碳 循环发展 经济体系 这项工作 来 实施的一些 具体的做法 那么 从十八大以来 循环经济 发展成效 那十八大 我们是 从2012年开始 来计算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十八大以来 我们国家 对于大力推进 节能 减排 资源 节约 循环利用 建立 完善的 能源双控制度 等等这些呢 都开展 大量的工作 那么 这其中呢 就有 大力发展 循环经济 那么在这个 大力发展 循环经济的 过程当中 主要的工作 是围绕着 实施 圆区的 循环化改造 构建 非旧物资的 循环利用体系 以及推动 水资源 节约 污水资源化 利用和海水淡化 等等这些 来推进的工作 那么这些呢 也是推动了 我能源资源 利用效率 大幅度的提升 大家可以从这个数 可以看 看得很清楚 那么我们国家的 这个 与2012年相比 这个2021年 单位GDP能耗 下降了 2.4% 那么主要的 资源产出率 提高了 约5% 那么 这当中呢 这离不开 领导的这个 正确的 这个指导啊 这个 大家这张图呢 是 习近平主席呢 视察青海 掩护工业 这个时候啊 这个做出的 一个指示 那么他提出来 就是循环利用 是转变经济 发展模式的要求 全国都应该 走这样的路 那么 在这个当中呢 资源利用效率 得到了大幅提升 刚才也提到 就是 我们国家开展了 这些 这个循环经济的 试点示范的建设 推动了 园区的循环化改造 加强了 大宗雇费的 综合利用 那么 2021年呢 我的大宗雇费 这个利用率呢 达到 5% 那么这个大宗雇费呢 是包含了 大宗的工业雇费 以及建筑垃圾 农作劫杰杆 都算在这个大宗雇费里 大家看到 这个有个数 这个梅干石的 综合利用率 在2021年 达到了72.1% 粉煤灰 达到了70.4% 野炼渣 达到62.7% 工业副产市高 达到72.3% 农作劫杰杆呢 达到86%以上 这个成绩 还是非常突出的 那么针对 废旧物资呢 喜欢利用 这个成效 也是非常显著的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 是规范了 这个再制造的产业 加强了 废弃电子 这个电气电子的 这个产品的 回收的力度 同时呢 加大了再生资源的 回收 利用的这个范围 那么推动了 废旧 这个废弃物呢 变费美宝 那么 我们国家呢 在这个与2012年相比 这个重点的 电气电子产品 处理量呢 是增加了 7300万台啊 这个规范处理率 提升了44% 这个 还是 数还是比较惊人啊 那么2021年呢 国家的这个 废钢铁 废有色金属 废塑料 废纸 等酒类 主要的再生 这个资源 回收利用量呢 达到了3.8亿吨 也是2012年的两倍以上 那么从这个当中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一个什么呢 就是再生资源呀 已经成为了 中国工业生产的重要的原材料 对于中国的国家资源安全 这个 起到了一个支撑保障活动 这个呢 是 现在这个作用 已经逐步的增强 那么还有呢 就是一些 现在 群众关心的一些事情 这不仅仅是群众关心的了 这个全球都在关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塑料的污染 那么 中国在塑料污染质里 这项工作当中呢 这个 下了很大的例如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出台了相关的一些 这个政策文件 包括塑料污染 这个治理的 全链条治理 全链条治理的这种体系的建设 如何降低这个塑料 垃圾 环境的泄露风险等等 这些呢 从 这个2020年开始 这个 2021年 2022年 通过这几年的这个努力呢 现在 已经 出现成像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又选择了就中国特色了 因为中国的快递 快递包装 这都是比较有特点 这个发展非常迅速 那么 给这个人民生活带来了 方便的同时呢 还造成了很大的环境压力 那么在这个当中 我们就抓出 抓出这些重点来 如何去推进这些重点的 这种绿色推进的机场工作 那么就选择了绿色包装 要推进这个绿色革命 如何去构建这个绿色 这个概念相适应的快递包装的法律标准 政策体系 在这方面呢 我们做了很大的工作 那么同时呢 针对这个过度包装 服务院又刚刚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商品过度包装治理的通知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 是要打通一些这个关键的节点 要选择一些这个重点的这个商品 你比方说这个月明啊 等等这些 我们要如何去消灭 这个过度包装的这个行为 这项工作呢 这个正在进一步推进当中 那么下一步呢 循环景景发展 这个重点工作是有这么几个方面啊 一个呢 就是要全面加强资源节约工作 这个呢 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呢 会同有关这个部门呢 是已经报请了 这个党中央国务院 在下一步可能要准备印发 关于全面加强资源节约工作的意见啊 那么这个意见呢 是一个总的一个资源节约的一个工作指导 那么它是要推进能源 水 粮食 土地 矿产 原材料 一体化节约 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的节约 那么另外呢 就是如何去构建 这个资源循环型产业体系 这当中列举了这个几项重点的工作 一个呢 那叫推进绿色的设计 那么推进绿色设计呢 是要推行这个重点产品的绿色设计 那么在这个当中 要如何去健全产品的这个绿色设计的政策机制 如何去推广 亦拆解 亦分类 亦回收的产品设计方案 提高再生原料的替代使用比例 那么加快这个重点 产品的绿色设计评价的技术规范 鼓励行业协会发布这个产品绿色设计指南 推广绿色设计案例 那么在推动企业清洁生产方面呢 那是要选择石化呀 化工呀 焦化呀 水泥呀 有色呀 电镀啊 印染呀 包装印刷等重点行业 实施这个一行一侧的这种方针 来提升清洁生产 这个改造 提升计划 那么对于推进园区循环发展 推动这个企业循环式生产 产业循环式组合 促进废气 废气物的这个综合利用 能源的积极利用 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那么推进工业 余压余热 废水 废气 废液的资源化利用 实现这个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那么这当中呢 也是要开展一些重点行业 着重开展 这个钢铁 有色 野机 石化 装备制造 清工业 等等这些的重点领域当中的 这个循环经济的典型的模式 这个下一步要加大 这个宣传的力量 另外就是要建立国家生态 工业市场员区 还有呢就是 针对这些大宗顾费的综合利用 大宗顾费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这个 粉煤灰啊 煤干石啊 野金扎啊 工业副产石膏啊 建筑垃圾啊 等等 这个农作物捷杆啊 那么在这些当中 我们如何去提升啊 他们的这个有价值的啊 如何去利用这些啊 有价值的 这是下一步我们是要着用去推进的工作 还有呢就是针对城市 废弃物的协同处置 那么城市废弃物的协同处置呢 我们如何去制定相关的机制和这个规范标准啊 如何通过市场方式来确定城市废弃物协同处置的付费标准啊 那个有序的推进水泥洋啊 野炼窑炉协同处置医疗废物啊 危险废物啊 生活垃圾啊 等等统筹这个 推进生活垃圾 焚烧炉协同应急处置医疗废物啊 尤其在 目前的这个 新冠疫情的前提下 这项工作显得尤为突出 那么还有呢就是如何推进 参除垃圾 原林废弃物 污水厂的污泥等低支有机废物的捅除协同处置 那么下一步工作呢就是如何加快构建废物 废旧物资的这个循环利用的体系 这种线上线下协同 那么如何去推进 飞行物资网点与生活垃圾分类 网点的这种两网融合啊 等等这些呢 都是下一步的一个工作重点 那么还有呢就是提升 再生资源的加工利用水平 那么提升 再生资源的加工利用水平 这个当中 又包含了分类分减的啊 以及加工利用 这是几项工作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 就是要推进这个再生资源规模化 规范化 清洁化利用 推进再生资源的产业急剧发展 这个当中是要高水平的建设 这个现代化的城市矿产基地 那么还有呢就是 如何去引导二手商品交易 规范化发展 那么完善二手 这个商品的这种流通的法规啊 建立完善的车辆 家电手机 等二手商品的鉴定 评估分级等标准 那么规范二手商品 这个流通秩序和交易的行为 这当中呢就是如何去鼓励互联网 这个加二手的这种模式的发展 如何鼓励这个一些互联网平台 开展这种专业的经营商户的 这种发展 那么还有呢就是鼓励 这种社区的二手的商品交易的活动 这个把居民闲置的 就是在家中闲置的一些物品 如何通过一些这种平台 通过一些手段呢 能够产生这种交易跟流通 那么还有就是推动 再制造产业的高智能发展 那么再制造产业呢 我们现在目前集中在这几个领域啊 就是汽车的零部件啊 工程机械机床文办设备啊等等 那么下一步呢 如何去推动一些新型领域的啊 你比如说顿购机 航空发动机啊 工业机器人等等这些 我们下一步也是要 在这个再制造这个产业当中呢 是要要进一步的来完善 以及这个发展 另外就是农业 如何这个深化农业的这个 这个 循环领域发展呢 去建立 循环型的农业的生产方式 那么其中就有加强 非旧农资的 就回收利用 那么非旧农资的 这个 回收利用 我们可以是怎么去引导 种植的这些大户啊 农民的合作社呀 家庭农场啊 农用物资企业啊 这个非旧物资回收企业等等 相关主体啊 让他们主动的参与回收 那么也要去支持 乡镇集中开展回收设施的建筑 包括健全农膜啊 化肥与农药包装啊 这个灌溉器材啊 农机具啊 渔网啊等 非旧农用物资的回收体系啊 这是要建立的 那么 那么 还有就是因地制宜的 要发展 生物质发电 这个生物质的清洁功能 和这个 呃 生物质的天然气啊 这个是呃 循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点之一 啊 哦 谢谢大家